这个学生的脸上忽然出现一个死字 他是红高的老大金锦 身边所有人都觉得金锦活不过这个星期 他到底做了什么 听伯乐从头讲解 软高的老大三乔忽然看到 红高的大金锦偷偷来到学校 他往李子的柜子里塞了个东西 然后就跑了 这小子不会跟我抢李子吧 三乔打开李子的柜子 发现是一封信 好家伙果然是一封情说 情出上写的让李子不要喜欢三乔 还叫三乔是一只金发的蠢猴子 上面写明了约会的时间 是下午的四点在公园的厕所门口 看来金锦还是对李子恋恋不舍 三乔看完 此时伊藤正好赶来 三乔赶紧走 但信的碎片呢 还是被李子看到了 三乔来到约会地点 跳在厕所里埋伏 等金锦来了羞辱他 三乔看到一个球棒在厕所门口 他顺手就拿了起来 三乔进厕所 惊呆了 好家伙 地上竟然躺着个人 一动不动 三乔走过去 用脚踢了踢着人 这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会死了吧 三乔刚要走 正要被伊藤李子撞到 两人一下就懵了 以为三乔杀了人 伊藤责怪三乔 不能下手轻点 三乔表示 不是自己干的 可手上的球棒就是凶器 而且上面还有血迹 此时 金锦带着鲜花来赴约 看到地上的尸体 也蒙圈了 看校服 是我们学校一年级的 三乔赶紧解释 这时 外面传来警察的警报 金锦让三乔快跑 伊藤和李子却说 不是你干的 就不要跑 三乔考虑了几秒 还是36级走位上策 三乔回家 在路上 又碰到追捕他的警察 三乔只能一路逃命 跳到草丛里躲过一劫 三乔想躲到李子家 却发现警察先踏一步 已经在这里 李子老爸呢 还说三乔经常打架 希望把三乔关进监狱 三乔直下成了通缉犯 连自己家也不能回 三乔肚子饿得呱呱叫 更要命的是 只是闻到了饭香气 他闻着味儿找到来源 结果被大妈当着变态 喝了一碗脏水 警察听到声音 又再次追来 三乔躲在荒凉的桥下 在风中劈了一块凉席 他至今都没有搞懂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儿 正当他怀疑人生时 忽然看到一团鬼火 三乔吓得在地上爬 紧接着一抬头 又看到死在厕所的学生 在向三乔索命 见学生还是不走 三乔跪在地上 其实鬼火又出现了 三乔被吓得打哭了起来 还说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 这时一阵嘲讽的叫声 从耳边传来 他扭头一看 是金锦和小谷他们 身后还站着那两名警察 还有死去的高中生 这三个人啊 都是话题说的演员 三乔这才知道 他被金锦耍了 原来这都是金锦的圈套 三乔总是嘲笑金锦 但这次金锦赢了 金锦摸着三乔的头 他开心地跟三乔合影 金锦大笑着走了 三乔双眼含泪 还没走出阴影 金锦绝不会想到 自己的恶作剧 会断送自己的医生 第二天 三乔上去还是魂不守舍 而金锦呢 把整顾三乔的事 做成了宣传单 到处宣扬三乔的纯奔 但三乔报复心极强 离子告诉金锦 他面露死相 脸上写着死字 让金锦赶紧逃命 三乔是设置出完美的凶案 证明说金锦和小谷也惶恐不安 小谷整了个刺猬头 企图以伊藤的同款造型 骗过三乔的视线 三乔那边呢 经过半转的催眠治疗 在电台终于决心 复仇计划正直开始 金锦偏不清这个闲 他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 忽然一个花瓶坠落 差点命中天灵盖 他抬头一看 原来是三乔杂的 金锦气愤地上楼 想找三乔算账 结果他一上来 三乔已经瞬间一动到楼下 速度快入闪电 接着金锦在路边 看到三个小孩在围着什么 他过去一看 我却 自己的照片被插在一坨狗屎上 金锦被彻底激怒 此时三乔在身后丢出一拉罐 然后撒腿就跑 金锦回头 接过跑盘的一拉罐 砸到开救老大之丝的头上 自己被陷害了 被开救二十多个混混追 金锦如今也尝到 哑巴之黄脸 有苦说不出的感觉 他狼狈地逃走 此时三乔再次出现 金锦去追三乔 追到一座废弃的大楼中 他搜索三乔的踪影 大声呵斥道 然后等他一扭头 才发现 天哪 这门没有把手 这怎么开门 三乔呢 则在外面大笑 房间的门被动过手脚 金锦已经出不去了 金锦走到窗口一看 这可是四楼 如果跳下去 布斯也得成智障 这时三乔出现在隔壁 三乔表示 我要是被欺负 就要百倍奉还 你就在这里等死吧 金锦也害怕了 别足切 用最大的银两呼救 但周梅呢 荒凉了一片 连个人影都没有 真是叫天天不饮 叫地地不灵 三乔很得意 表示要回家了 金锦也走 让三乔放了自己 却听到隔壁门的撞击声 三乔走到窗口表示 完蛋了 我以防万一 拔着一层的所有房间 门都坐了手脚 这下我也出不去了 金锦大笑了起来 嘲笑三乔真的是个白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都开始荒野求生 金锦饿得厉害 三乔呢 拿出一个鱼罐头 原来像在金锦面前 一边得瑟一边吃 结果忘拿开罐器 吃不上鱼罐头 然而金锦有一把小刀 他把三乔这个无赖 吃了罐头后吃毒食 还说要扔了小刀 三乔呢 含着眼泪伤心的说 三乔直接把罐头扔到楼下 金锦觉得太浪费了吧 而三乔又说 互不相信还不如饿死 金锦很羞愧 金锦为了表示相信三乔 把小刀递给了三乔 结果没想到 三乔唱起了小曲 把罐头又拉了起来 竟然绑着钓鱼线 金锦都开懵了 三乔用小刀打开罐头 金锦呢 气得大哭起来 眼看着罐头吃完扔掉 三乔大笑 这时金锦也不甘示弱 他掏出了口香糖 也嘚瑟地吃了起来 一口只是一丢丢 三乔一开始嫉妒他 三乔剑折腾得差不多了 拧开把手 悄无声息地回家吃饭 原来三乔又骗了金锦 而金锦呢 对此毫无所知 口香糖会带走嘴里的全部水分 金锦嗓子干得要冒烟了 他梦到 鼻子变成天使 来给他送水 就这样 金锦被溃了一晚上 又到了第二天下午 不会真的在这里被饿死吧 此时 三乔再次出现 三乔化了个饥饿装 金锦问三乔 我叫你你怎么不回话 我还以为你死了 咱们怎么办 我现在渴得要命 三乔便会和他 喝尿可以解渴 还递过去一个杯子 眼看金锦要喝尿 三乔在这边强忍着笑 但金锦却失望地说 早上已经尿过一次了 这么久没喝水 我还要 金锦沮丧地靠着墙 三乔支持小吃 三乔又想到损招 对呀 蟹是牛皮做的 可以吃 金锦听信了他的话 一口咬住皮鞋 三乔都笑尿了 这时 金子和明梅在远处出现 金锦使出合同失吼 但对方完全听不清 而旁边的三乔呢 再跟他们挥手告别 两人直接就走了 接着 三乔又把香蕉皮 递给了金锦 这个可以解饿 金锦感动到哭 直接拿起来就开吃 一脸幸福的样子 三乔笑得直接摔倒 三乔又拿了把稻草 问金锦吃不吃 当然要吃 动物都吃草 金锦拿过来直接开吃 三乔呢偷偷给他照相 三乔实在忍不住笑 回去拿头撞墙 之后呢 又拿出了鸡蛋壳 这是不盖的 金锦一口塞到嘴里 到了晚上七点 三乔又拿出了绝招 三乔抬出一节钢棍 用钢棍上的钓鱼线 去掉楼下的麻绳 他告诉金锦 只要绳子能钓上来 他们就能获救 三乔装作自己力气不够 让金锦干着体力活 金锦表示 没问题 立即活我来 好家伙 刚滚起码有100多斤重 把金锦累成狗 经过多次尝试 终于成功掉起了绳子 但下一秒 金锦就变了颜色 他看到三乔用大剪刀 剪断了鱼线 原来三乔能出去 他端时被骑得昏了过去 至此 三乔的复仇计划 全部完成 而在大楼的背面 三乔用同样的方式 来细耍小谷 三乔用相机 拍下他们的丑态 贴在千叶地区的各个角落 金锦被整得太惨了 这就是细耍三乔的下场 本集完 本集是我是打个打的第七集 本集问题 金锦吃皮鞋 吃香蕉皮 吃稻草 你觉得吃哪个最惨呢 觉得吃皮鞋惨的发三个一 觉得吃香蕉皮惨的发三个二 稻草的发三个三 三乔的智商太高 金锦还是算计不过三乔 还是和好当三乔的好兄弟吧 在下一集中会更加精彩 我就不剧透了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长按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